记者张轩哲台中报道,台中国际花坦节周末登场预料将涌入大批游客赏花大甲警分局今日公布交通管制图于23日至明年1月7日白天于花田绿郎展区周边进行交通管制,呼吁民众在丰园东站后里国小侧门后里马场停车场等处搭乘接驳车前往会场。 后里花田绿郎将由垃圾掩埋场蜕变之后,持续举办花坦节及市府积极富裕整治转型,成为花田绿郎生态亮点公园。 今年花坦节以花开的声音为策展主题,融入花博及香务师虎家族及音乐等元素,以兵分花会展现田园之美,未开幕就受到好评。 花坦节期间适逢耶诞节及元旦连续假期,届时涌入赏花民众大甲景分区,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与顺畅。 呼吁民众进入活动会场配合完全接驳政策,才搭乘大众公共运输交通工具,相关属导管制措施。 活动期间,民众搭乘接驳车,时间八十二十分至十七十,约二十至三十分钟发车,红线,风源火车站,乘车地点,风源东站,绿线,后离火车站前站,乘车地点,后离国小侧门,黄线,中科,马场,停车场,乘车地点,后离去马场路,后科路口,蓝线,利宝乐园,乘车地点,月梅,东路与月梅,北路口。 自限,假日,风州科学园区,路边停车,民众可将车辆停放马场,停车场,利宝乐园,停车场,假日另开放风州科学园区停车场,搭乘接驳车入园,二十三日至明年一月七日上午六十至下午六十,道路管制范围如下,一,三峰路与方辽路口,禁止小客车进入,禁止左转,二,就设路, 会场后方道路,禁止车辆进入,三,方辽路与三线路口,动物之家旁,禁止车辆进入,四,会场后方道路单行管制,东往西方向,五,三峰路外侧车道增设接驳车,往会场专用道,自三峰路六十一项口至方辽路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